大家好,我是李教练 最近有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三级警戒 这个阶段 我们的厕所啦,什么啦 公用的啦,这些都没办法去用嘛 有时候赶着骑车要去方便的时候 就发现我们的红绿灯 有点好像限制的太多的感觉 经过那个一路很直的地方 步兵学校前面跟那个 玉关 中正玉校 那旁边那条路 它是一直凤顶路 以前叫王生明路啦 后来改为凤顶路 这条路来讲它是一直直行的 如果你一直骑的话 它就一直骑到底啦那边 中间有大概两到三个红绿灯啦 为什么那个梯字形的地方 它是直行的 举例讲啦,我刚刚讲的 我的右手边没有路 就是一面墙而已 那边是中正玉校的墙嘛 左边是有路出来 可是那路并不是说真正的大路 它只是有人用放那个什么 租起来放巴士的啦 它不是真正的路啦 它只是那个一个口开出来 可是为了那边曾经发生过车祸 所以它也加了红绿灯 学生是警察的 有跟他们稍微聊过的 这种地方它会加一个红绿灯 有的时候它是闪烁而已 红灯就是危险嘛 红灯就是警告嘛 可是两个之间 会这样那种地方 会发生一些车祸的时候 它就直接变成红绿灯了 这种状况 所以呢 我意思说你T字形的地方 我直行嘛 因为它是双 可以 至少是双线道啦 另外一边是快车道 是机车进行的 这边机车走的地方是直线的 那我意思是你可以把直行的 可以有绿灯 对不对 有个箭头这样 或者开绿灯 转弯了就不行 就是红灯嘛 像这种状况在泰国有看得到 机车跟汽车是一样的 当你转弯的时候 机车跟那汽车一起转 当你红灯箭头 你就是不能走 你要绿灯箭头 你才可以直接左转右转都可以 执行的话 你看这边都没有车嘛 反正我就一直一直骑过去 那边转弯过来 它就走到那个快 快车道进行机车的地方 汽车也可以执行的 就按照二线道这边 就靠机车的旁边 一直走过去 那就OK了嘛 这样是不是 像这种状况 我讲 因为缅甸是给英国统治过 它有很多街道 它设计上 不要在大城市里面 只要稍微再 在郊区一点点 它就设计这样子的 你执行的话 可以一直走 没关系 它像这种有墙 就是我讲 梯子行的地方 就一直走了 没有什么影响 它就说绿灯一直开 你除非你转弯就不行 那就像说 你看有黄城那边 缅甸瓦城的话 就是曼德利那边 你只要说在右弯 它直接让你就直接右转过去的 台湾像右转的那种状况 在高雄市的话 我在那个建国路那边 就它可以从 从那个高松路旁边 你要走建国路的话 它会专门有一条道路开给你 你直接从那边右转弯过去 以目前来讲 在缅甸的话 阳光这边 它在郊区这边 因为它土地很大 是台湾的好几倍 所以说它设计上 你只要右转弯 就跟在建国路那边一样 高松路旁边过来 你直接右转 要往建国路 直接就转过去 跟红绿灯都没有关系 它是专门有一条道路 这样直接开过去 所以在缅甸新的城市那边 它有一个新城市那边 它设计上都是类似这样子 我意思是说 大家时间就有金钱 你执行的时候又挤 肚子又痛 我还要在等 哪怕是三十秒 你会觉得 这个时间怎么那么长 T字型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就一直走 还有一个右转的时候 像昨天来讲的话 我就刚好 刚好从中山路那边起过来 要转向凯旋路这边 它也是有一个 汽车可以转 机车就不能转 刚好警察在那边 跟他讨论一下说 结果他给我回答说 因为那边属于说 港口这边码头过来大卡车了 所以他一右转的时候 他转弯很大 那机车就 也是跟他一直转过去的时候 他的那个弧度上拿得很大 所以就发生车祸 所以这边就不让机车转了 所以很多地方 汽车可以转 机车不能转 包括说凤陵路底 全连那边也是一样 那边路很大 我觉得各走各的是OK的 反正它就是 我们的交通上设计 它就是这样子 汽车可以转 机车不能转 有时候就在等在那边 最好是不要有急事 有急事的就知道 而且那个红绿灯也是很远 如果有近视的人就完蛋了 那边是汽车道 这边是慢车道 你只要看到一个绿色箭头可以转 你转过去 旁边就有那个 马上叫你下来 就完蛋了 你红灯绿转 红灯右转 不是绿转 生活的一些小点滴 就给大家聊一聊 好吧 我们今天再回到我们的主要的这个 我想讲的东西 就讲两样东西好了 一个就讲我们的泰国菜好了 因为我们都一直讲泰国东西 所以第二个我再讲泰国圈 讲泰国菜是这样子 我是东南亚那边来的 不是泰国人 一直住在缅甸长大 后来来到台湾以后 当然泰国话多多少会一点 当然不说很厉害了 那讲泰国菜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读一年级 我就代表学校去参加游泳比赛到台北去 当年这样民国七十几年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去台北的时候 学长就带我们去吃 我只记得第一家 第一家吃过泰国菜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普遍 在公馆那边有一家的 南洋的口味 它是缅甸跟泰国 混在一起 它是缅甸来的 然后去他们店里面 还看到一些缅甸的玉石 什么的 摆设在那边 所以去那边吃 那时候第一次 胡椒饼也是在那边 第一次吃过 当时胡椒饼还没那么多 也是公馆那边 OK 后来也在华兴街 因为现在中和这边 也是缅甸街一样叫 那边有几家而已 它没有那么多 当时也是几家这种 这种缅甸的口味这样子 也为我们泰国的网红 他讲说 他打炮肉 你加番茄 九层塔就是实行 其实他讲的没错了 因为打炮肉来讲 在泰国来讲的话 他的打炮肉是现炒的 因为他是直接把那个 长江豆 猪肉碎末 然后加那个葱 这样 还有打炮叶 对不对 下一炒一炒 直接现炒做出来 台湾来讲 为什么用九层塔呢 因为真正就好像 我前面讲的 手相扑这个事情一样 你只要取了一个名字在那边 大家一认同以后 就这样叫下去了 那我们的麦当劳马一样 得来数 你跟除了台湾的得来数 什么东西 听都没有 什么叫得来数 如果我记得在香港 落着 落着就拿走 对不对 所以 所以那个 你只要讲那样东西以后 它就固定 就变成这样子好了 我记得在美国叫to go 对不对 Here or to go 对不对 这边叫得来数 什么是得来数 或者快取啊 拿走就可以了 所以我意思说 你只要把它 讲了一个东西 久了以后 它就是变成这样 那 为什么叫打炮肉呢 你知道吗 泰国这个菜呢 它是 夹炮 然后取的这些人 就直接把它叫打炮 就变成打炮 打炮肉这样子 所以打炮有猪肉 牛肉 对不对 鸡肉都可以 其实我是感觉 自己认为了 最好吃是打炮牛了 每次去泰国餐厅 朋友开来 我就叫打炮牛 他还知道我会去 就是用牛了 通常来讲 都用猪比较多了 牛是稍微贵一点 可是牛肉做成打炮肉 真的很好吃 那台湾为什么要用 要用九层塔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 讲一下好了 因为台湾也难找到这种 好叫打炮叶好了 好不好 只是现在来讲 很多我们泰国来的 那个渔工 或者是 那个越南这边 他们都吃这个叶子 所以他们在 在所谓 以前是高雄县 现在高雄 大高雄变成一些 他们在很多地方 种了这个 所以这个叶子 才会很普遍 你要去那些 加工区 或者是在 那个一般 移工多的地方 他们就真正吃到 这个打炮 真的是打炮叶 做的 它的味道是 很浓 就如果你觉得 你的口味上 可以接受的话 你就去那种地方 它做的相当辣 又酸 又浓 就是那个泰国味一样 可是我会讲真的 就像刚刚那位 网红讲的一样 你加了番茄 就是死心 我觉得有时候 又不一定不见得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 看到一个市场的需求 本身我们台湾人 很少吃辣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去吃打炮肉的话 有时候 它那个 就放得很大 就是辣 泰国化 它加的很辣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吃 台湾就是 它是比较台菜 就没有那么刺激的 当然也有人 喜欢吃重口味这样子 所以它加了番茄以后 它那个打炮肉 就比较 比较 我现在讲一种流口水 润 润喉一点点 就没那么辣了 吃起来 酸酸甜甜这样子 它还是加它酒生奶下去 所以我讲说 刚刚就是因为 这个打炮肉 没有那么 打炮叶 没有那么盛形 所以大家酒生 它容易取得 那一个酒生 它便宜 就把它加成说 就炒出来 有特别的一个味道 就是台湾的 真正的打炮肉的 这种味道 就是专门台湾 才有这样子的 我讲真的 我们市面上可以看到 越南它也卖 打炮肉 我就叫它越南打炮肉 还有柬埔寨来的 那个阿姐 这些 他们也在 也在 卖那个柬埔寨打炮肉 似的 而且云南也有打炮肉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年 这个 我刚刚讲到说 在公馆那边 只有一家 我记得 比较盛行的开始 就是现在这个瓦城 这个董事长 他本身是 以前拍电影的 我忘记他名字 你看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 泰国菜 做得零零机制 把它分成 厨师来讲 分成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反正就像他 也练过跆拳道 你红 红黄蓝白 这种的阶级 你炒这个菜要 要多少次 多少翻滚几下 它变成一个 很有 很有SOP的这种做法 所以我想 他为了市场 他就更改 他的口味 它是固定的 你可能是翻两下 那个锅 炒两下 然后加什么 盐巴 加什么 它鱼露 加什么 再炒几下 火要 火要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 市场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想说 泰国菜 他变成在台湾 也是走出 自己的一种风格 那最盛行 我刚刚讲 就是说 大概在民国 七十五 还是什么时候开始 才会 那时候高明俊 就带了 就是一批 我们缅甸来的 这些同学 大家就开始开 开这个店 然后 我听他们讲 那时候真的很好赚 一段时间就 本情就赚回来掉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以后 台湾就有台湾的一种市场 它有台湾的口味 我刚刚讲的 番茄里面 打泡肉 加番茄 有家自助餐 我去吃的时候 还跟老板讲说 你这个加番茄 你成本会不会太高 怎样这样 然后给他一些建议 我说打泡肉 是没有这样子 他是有听进去的 但是 我也讲真的 每次我去 他炒了那个 特别弄那个 白铁 做那种盘子 搞个两三盘在那边 一去的话都 每天都卖完 生意就超好 其实我记得 他叫黑仪 黑仪的那个自助餐 黑就是黑 黑色的黑 仪就是阿仪 就在我们道馆附近而已 而且他做了韩国泡菜 炒那个回锅肉 也是不错 也是自己创出来的 所以我意思是说 泰国茶在台湾 他走出自己一种风格 创出来也是 有自己的市场 这是个意思的 有的时候不一定说要 要真正走泰国 因为有的人 你要走到那种 很辣 很咸 很酸 也是很难接受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那个泰国 在Silum的地方 Silum就是以前是夜市 它巷子里面 没有 就在Silum那条街上面 有一家很有名的那种 我忘记了名字 什么Y什么开头的 他是吃他的那个凉拌 还有酸辣汤是很有名的 有一次我就进去 我就跟他讲 O Sun Tam 这样子 我要 我要那个 两斑木瓜 我要两斑木瓜 结果 结果他就 O Pet Mai 我说 O Pet Nui 这样子 我说 Pet Nui 就是辣一点点 靠 你知道吗 我吃到头皮发麻 那Nui 就这样子 如果Pet 的话完蛋 吃辣了 给你 辣了不行 可是我第二次又去的时候 我说 Mai Pet Mai Pet 不要 吃到以后 真的不够味 没有辣椒 就是根本不是 不是那种凉拌的 结果不加辣椒下去 味道完全跑掉的感觉 又酸了要命 知道吗 OK 大概我是讲一下说 所以有的时候 你吃真正的原味 太过味 你也没办法接受 还是台湾自己 创出来的 有变化 这种 比较有意思 吃起来 大家生意都很好 你看 我又不是帮打广告了 现在最有名的这些 都上市的瓦城 朋友认识什么红城 黄城 都是城 因为缅甸 缅甸有名的一个 黄城 就是Mandale 大家都用这个命名 有红 有黄 幸好没有蓝城 OK 我们再讲 泰国拳来讲好了 你说泰国拳 都不对 回归过来 很多世界各地 都在练泰拳 对不对 泰拳都是一个 你在力气上来讲的话 它是破坏力蛮强的 杀伤力也很强 所以大家很喜欢练 只要说你 你MMA的 对不对 那个Mix Martial 这些 或者是说 那个Striking 这些只有力气的 K1这个 他都会喜欢把泰拳的元素 加进去 那我讲 关于泰拳来讲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练泰拳 你在 不管美国 欧洲 荷兰 什么 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 就好比打泡肉一样 你不一定要用原来的泰式的东西来炒 我就加上其他元素 当然你完全用泰式的方式练习也是OK的啦 像台湾有很多拳击都蛮厉害的 比如说我们的詹老师这个詹式拳击什么的 台中铁拳这边啊 包括我们二龄这边啊 张花这边啊 对不对 都是拳击相当厉害的 你把拳击 加到泰拳里面去 台湾泰拳道也是厉害啊 泰国有一个 在普吉岛那边 我记得他Nesla还是怎样 他的泰拳 也是你觉得完全泰式吗 他有点泰拳道的 有点 但他动作很多 他反应很好 他平衡感也是很好 所以我意思是说 就像泰国赛一样 你把自己的元素 加进去 包括善达这些东西啊 混合起来 加进去 只要在他规范以内练出来 就是一个 就是有自己的风格的东西 那你看拳击 你打得好的话 就像我们已经 离开人世的这个 KO之王 Ramodic 他就是拳 拳加腿下去 泰式的踢法 拳也就是 像他的荷兰这种 这种拳打法 所以 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 打出一个自己的方式 那 我意思是说 有的时候 你说 泰国拳 它完全要泰式 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 其中它有它的一些 缺点在啦 也有优点在啦 所以我倒觉得说 你把一些元素变掉 用自己的方式来加进去 只要在它规范以内 比如说你拳很好 用西洋拳方式来打 那踢腿 用泰式的 你稍微用跆拳道 再来变一点点 就变成 变成 自己的一个 打泰式的 泰拳的风格 它里面就有肘 有溪啊 这样子 那我刚刚举例一样 你说 泰国拳 一定要完全泰国位嘛 对不对 不一定啊 你泰拳 你只要规范以内 OK 你哪怕踢出来 你有点像 散打 有点像跆拳道 这样 你只要说 有它那个力道 出来 都OK嘛 我们不一定说 一定要 一定要玩出 泰国的那个 就是 它的 它的风格这样 你可以踢出来 那完全 也是OK 稍微改变也OK 有的时候 像 像泰国的拳王 他不一定会教啦 对不对 他不一定拿把拿得好 反而那些 没有拿过拳王的 就拿把都还不错 好啊 我想说 你 你只要懂的 像香港来讲嘛 有没有很多拳王出来 他还不一定 泰国人教的 对不对 OK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